作者 旺宇 由丧子为您播讲 不知道过了多久啊 忽然放出青色剑丝的那个含力 双目一挑 一根手指冲着远处虚空一招 顿时那些青丝一顿之下 重新幻化成了七十二口青色小剑 并一闪地击射而回 他头顶处原本掌缩不定的金色光晕 只是滴溜入一转之下 就把所有的飞剑都诡异地一收不见了 随之光晕本身也砰的一声之后 就此溃散消失了 而与此同时 另外两名含力也法觉一变 提表灵光闪动之下 各自收了功法 锯顶上空那些原本被青芒淹没的紫纹甲虫 自然也一下重新现出了身形来 经过如此长时间的剑丝磨练 他们除了显得仍旧愤怒之下 精神上竟然丝毫萎靡之意也没有 并且在没有锯顶尽致作用下 立刻双翅一斩 本三个含力分头击射而去 三名含力见此情形丝毫慌乱之意都没有 口吐一声言诀 定 刹那间的功夫 十几只灵虫闻听此声 竟双翅一晃 在半空中东倒西歪 无法保持平衡了 几乎同一时间呢 青色锯顶一声嗡鸣 一股白霞一冲飞出 一个闪动下 就将这些紫纹甲虫 全部卷入了其中 这些灵虫纵然满心的不愿 但是在那白霞作用下 仍被老老实实地拉入了锯顶里 见到这一幕 那位刚才放出飞剑的含力 吏声轻叹之后 脸上神色为之一松 喃喃地低语道 他们倒是越来越难控制了 看来秘书上说得不错 一旦成长到如此地步 原先的控制方法 的确不足以控制了 看来 必须再重新进行一番认主的仪式了 不过培育到现在的程度 这些灵虫的实力都差不多 再进一步的吞噬 很难进行下去了 想要培育出虫王 实在是不大可能 自语完后 韩丽眉头微皱 一时陷入沉吟当中 自从他当年离开了明河之地 就一边修炼 一边搜刮 路途中所遇到的各种珍稀的材料 经过百余年之后 他终于再次回到了仁族 一回到族中的他 自知离摩羯爆发时间不多 就立刻召集了门下三名弟子 并叮嘱了一番之后 再次布下层层的进制 就重新门起关来 那么这一次门关呢 韩丽的目的就两个 一个是尽力苦修 利用明河之辱 努力地改变体制 争取把法力早日修炼到 中期大成的境界 然后尝试冲击后期的平静 另外一个呢 则自然是利用自己到手的 浮游御虫秘术 尝试培育这个 弑金虫王 他若是 真能在摩羯爆发前 把这弑金虫王培育出来 不说可以横扫整个魔族吧 但起码再无陨落之危了 故而他明知道 当初那位浮游族的太上长老 那么轻易地把此数交给他 肯定是其中有问题 但是呢 他仍毫不犹豫地 打算尝试一下 在返回人族的百余年时间里 他早已把这心得的御虫秘术 不知道参悟了多少遍了 并结合自己原先的御虫心得 外加手中拥有一些 得天独厚的天赋条件 倒也自行总结出了一套 培育虫王的方法 此方法大半啊 都和浮游族秘术相同 但是小部分处仍然迥然不同 比如说 在浮游族的秘术当中 一些应该喂食 但因为太过珍惜 许久才喂一次的灵药呢 韩丽只要觉得 这个灵药的确有效果 那自是手中有这个神秘的小瓶 自然呢 毫不犹豫的 把此灵药三天两头的 就给这试金虫群服用 那不花钱呢 还有 韩丽因为有辟邪神雷在手 毫不犹豫的 用辟邪神雷 替换了浮游族秘术中提到过的几种 淬炼虫体的雷电之力等等 那当然了 这些育虫树的稍加改动 是真有用啊 还是没用啊 自然只有天知道了 但起码 韩丽看来 这效率应该是 远远大于浮游族的方法 果不其然呢 短短两百年的时间 韩丽除了保留近万 尚未变异的原始成熟的 试金虫留作备用之外 其他所有变异的试金虫 都被放到一起 采用特殊的方法 刺激它们再一次互相吞噬起来 为了能够控制这些 因为互相吞噬 而能力大增的新试金虫 韩丽甚至 不得不花费偌大的代价 叫门下弟子收购了眼前的这只 青色巨顶异宝 此顶也许在对敌上不值一提 但是经过重新炼制一番之后 却可大大的加强 它对试金虫的控制之力 于是在它做好一百二十分的充分准备 并花费了二百余年精心培育 终于让得数万变异的试金虫 在互相吞噬之后 只剩下了顶中这最后十三只 紫纹试金虫 这些新式金虫作为虫王的候选者 一个个神通惊人 联手之下 甚至足以抵住一名 普通的合体中期修士 不过 当韩丽大喜的 想再让这十三只灵虫 更进一步地吞噬时 却一下遇到了无法解决的问题 这些灵虫任凭它们各种方法加以刺激 却因为实力相当 谁都无法奈何其他的任何一只了 而虫王的诞生 主要就是靠它们之间的互相吞噬 才能够诞生的 这自然让韩丽有些郁闷 一时无法找出合适办法的韩丽 只能用各种方法不停地锤炼 刺激着这几十只灵虫在说 如此做的话 虽然无法让它们马上互相吞噬 但是可以一点点地提升它们的实力 让以后培育出虫王的可能性 更增大了一分的 而且纵然 现在没有培育出这个虫王来 但是这十几只子文甲虫 却可以用神念轻易地驱使了 这远比数万世金虫群 更加实用一点 让韩丽对敌时 多出了一样杀手锏来 在这二百楼年 韩丽已经把明和凌辱 消耗大半了 让他的体质有了一些 无法说清楚的玄妙的改变 其中最明显的 就是韩丽修炼下的 化转天地元气的速度 比以前起码更加增加了三层 那不要小看这区区三成的转化速度 这起码代表 比起以前来韩丽修炼时间 可以节省了近三分之一 更别说当初清原子信誓旦旦地说 用着明和凌辱 起敌过的身躯 对突破核体七瓶颈绝对是大有益处 否则当初 地渊四大妖王 又怎会干冒极险 深入明和之地 虎口夺食 想要得得一些凌辱呢 在此惊人的改变之下 外加韩丽这段时间 各种精进法力的丹药 也从未停止过服用 让法力一日千里激增不止 现在已经堪堪接近 合体中后期大成境界 只要再给他十余年时间呢 就可以开始尝试突破后期的瓶颈了 心中如此思量 韩丽本体悠悠地叹息一声 把这双手往大腿上一放 就再次闭上双目修炼起来 但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密室的大门处 白色灵光一闪 随着一层半透明的波澜 一下荡漾开来 韩丽本体一见此情形 不禁一正 心念几个转动之后 木然一只绣袍 冲着大门处一扶 扑斥一声之后 门上灵光瞬间 一分为二地打开了 一团火球一闪即逝地 从门外一冲而进 一个闪动下 诡异地到了韩丽的手里 韩丽双目一扫火球 神念刹那间透入其中 结果片刻之后 脸色木然大变 砰的一声之后 五指一合下 将火球硬生生地捏爆而开 在火光的照耀下 韩丽脸色是难看至极 韩丽用低不可闻的声音 喃喃几句 体表灵光一下大放起来 摩班竟然如此早的现实了 看来不出去一趟 是不行了 另外两名韩丽见此情形 当即面无表情身形一动 就虚影般地扑到了 其本体之上 两声闷响之后 三者合一 韩丽身上的气势狂涨 又木然地一收下 人就一抖绣袍 站起来了 单手一招 眼前的青色巨顶 当即滴溜溜一转 化作了拳头大小 清光一闪 就被韩丽收进了长袖当中 然后 韩丽一抬腿 人就诡异地一下 横跨了十几丈的距离 出现在大门处 在肩头一晃之下 就一下闪入大门当中 踪影全无了 蛮荒世界 某片山脉深处的 一座飓风的下边 一名白袍青年 双手到背 和三头体型庞大的 蛮荒骨兽 互相对峙着 一头骨兽 赫然是一只 身高百丈的 双头巨人 相貌 猙獰凶恶 一头乱糟糟的头发 单手拎着一根 黑乎乎的大棒 另外两头骨兽 却是一大一小 两条赤红巨蟒 大的 体长足有三百余丈 小的 也有七八十丈的样子 均都口喷红雾 奇毒无比 这三头骨兽 均都死死盯着 对面相对渺小 无比的青年 似乎大为的忌惮 白袍青年脸旁 有了诡异的金银花纹 鸣印其上 其目光一扫三只巨兽 一开口啊 就说出了 冰寒刺骨的言语 前两天已经给过你们一些小小的警告了 让此地所有强大生灵都给我乖乖离去 其他几只都有自知之明的离去了 只有你们三个还恋恋不舍的不走 难道真因为你们三个聚在一起 就能和本尊对抗不成 真是不知死活呀 既然这样 你们也就别走了 乖乖把金盒和金魂都留下来吧 这三头骨兽似乎也有些许的灵质 闻言之后 那双头巨人满口獠牙一挫 一只硕大拳头猛然一敲自己的胸膛 仰头发出了一声充满怒意的嘀吼 另外两条赤蟒 也目光中冷芒一闪之下 口中紫红色的蛇信喷吐一下急促起来 同时嗤嗤之声大作 白袍青年见此情形 嘴角范姐丽丝冷笑 单手一掐绝 身形猛然地往地上一滚 喷了一声之后 一股奇寒白气一散而开 转眼间化作了数亩大小 随之附近虚空中 竟瞬间浮现出晶莹剔透的雪花来 每一片都有鸡蛋大小 在阳光照应下 闪动着艳丽的光芒 这个时候啊 白气中一阵诡异的肩鸣 木然地爆发而出 寒气一阵剧烈地翻滚 一头洁白如玉的身躯 仿若冰雕般的蜈蚣 从中一冲出来 此蜈蚣背声六翅 双目鲜红欲滴 方已冲出之时 不过七八丈长 但是一个闪动啊 在鸣声中化作百鱼杖巨大 毫不迟疑一张大嘴 一股白蒙蒙的寒咽 立刻一喷而出 并且化作一片白色的寒气 向三头巨兽席卷而去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行传